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讲一下那些被Michael Jordan 阻挡的超级居心 第一个就是Patrick Ewan Patrick Ewan 又叫大猩猩 我们在灌篮高手里面看到的赤木钢线 其实他就是Patrick Ewing的缩影 Patrick Ewing可能是跟Michael Jordan 渊源最深的一个NBA球员 1982年Patrick Ewing先被Michael Jordan 在NCAA的决赛中击败 Patrick Ewing因为跟Michael Jordan 同属NBA东区 但始终过不了Michael Jordan这一关 前后四次惨招淘汰 再加上NCAA大选的那一次 剩下一共5次遭到Michael Jordan的压制 Patrick Ewing的殊荣由 一次新人王 一次最佳新秀阵容 7次年度最佳阵容 11次的明星赛 还有他已经入选迷人堂了 那再来就是Charles Barkley 其实Charles Barkley跟Michael Jordan 他们在私底下是很好的朋友 算是好兄弟 但是在球场上就是一对死对头 在初期 Barkley跟Michael Jordan也是在东区 所以他们在1991年的 东区半决赛里面碰头 但是那一次就是4比1公牛队 把七六人队击败 之后到1993年Charles Barkley 转队到太阳队 那一年的太阳队真的实力很坚强 同时Barkley带着太阳队杀金的总冠军决赛 我们都知道太阳是西区球队 Barkley在总冠军决赛的时候 他的场均是27.3分 13篮板 但是天神Michael Jordan却是41分8.5个篮板 终于太阳队不及公牛队 Barkley再次与冠军擦身而过 Barkley常常讲说 他是我是NBA最强的球员 Michael Jordan不算 他是外星人 那Barkley的殊荣有什么呢 一次年度MVP 一次全明星MVP 一次最佳新秀阵容 然后一次的 一次年度男党王 11次 11次的全明星赛 他也是入选女人堂 再来就是Riggy Miller Riggy Miller也是一个很厉害的 三分球射手 他总是在关键的时刻呢 用三分球来扭转球队的烈士 但如何无合 Michael Jordan又是 Riggy Miller最大的障碍 同样的 在1998年东区的决赛里面 Riggy Miller对上公牛 Riggy Miller联手另外一个上帝的左手 Chris Miller 这家伙也是超准的 两人联手的外线公司 差点把公牛射到返船了 双方激战到第七战载分出胜负 在当年我也是看了精彩绝伦 然后这个系列赛也成为NBA里面最经典最精彩的战役之一 那Riggy Miller的苏龙是三次年度最佳阵容 五次的全明星赛 当然他也入选了明元堂 再接下来那就是要介绍那个最苦情的这一对 谁呢 其实我不用讲 你们也知道 那就是Comealong和Stoughton这对组合 这对组合是当年在爵士队的一绝 他们两个就是靠这个所谓挡猜 靠着挡猜的战术在NBA里组 那Comealong绰号牛猜 那Stoughton他也是一位非常厉害的外线射手 尤其是三门球 那罚球线呢 那可是精准无比 在Michael Jordan第二次退休前 最后两次的总冠军决赛呢 都是碰到爵士队 那就是1997年还是1998年 有人跟我说啊 他觉得当年的爵士队阵容呢 比公牛队呢 应该是略胜一筹 只可惜啊 这两年的总决赛呢 都让公牛队拿走了冠军 那1997年呢 先是 1997年呢 先是Steve Kerr 决杀 Steve Kerr 现在是 Steve Kerr 呢 现在是勇士队很有名的教练 那再隔一年呢 那就是非常经典 以及举世无双的 Michael Jordan The Last Shot 葬送了爵士的生机 其实看卡马洛和Starton呢 他们一生呢 辉煌而比 他们的NBA生涯呢 辉煌而比 就是缺了那么一个冠军戒指 真的很遗憾 那Starton呢 他是 一次全明星赛MVP 两次的年度超节王 五次年度黄者最佳阵容 九次年度助攻王 十次全明星赛 十一次年度最佳阵容 并且入选了名人堂 那卡马洛呢 一次最佳新秀阵容 两次年度MVP 两次全明星MVP 四次年度最佳防守阵容 十四次年度最佳阵容 十四次全明星赛 并且入选了名人堂 这边要提到一件事情啊 卡马洛啊 我去打过美式摔角 其实也不是正赛啦 而就是一种表演赛 他跟谁知道吗 他跟Dennis Rockman 这两个2.5 将加500 他们在1998年 公园队获得第六的冠军之后呢 获得冠军之后 一个月 Dennis Rockman就加入 很有名的帅角选手 Hawken的陣子 卡马洛呢 就跟他的搭档 Diamond Dallas Page 组成一队 其实打得普普通通 但是就是话题失处 效果失处 蛮好笑的 最后一次的问题是 Charles Buckley 在 NBA最后寸给他的三名呢 他转到了阵队去 他加入的时候 广队队主要的冠军队员 Olajuwon 还有Dressler 还在 1998年呢 在Dressler 退休之后呢 Buckley 他自愿降薪 找来了攻勇队船局巨星 Scotty Pippen 跟他一起搭档 甚至呢 有 外船呢 Buckley 也找了卡玛隆 要进来 但是当时 有军队新资已经 到达了这个上限了 而且卡玛隆也不愿意降薪的情况下 最后Buckley 也永远拿到冠军 卡玛隆加入了无人队 那这两位传奇巨星 Charles Buckley 和卡玛隆 在NBA生涯 都是冠军人员 这些超级明星啊 他们只是身不逢时而已 有点像我们讲的 姬身量 合身语言 如果不是在Michael Jordan 或是公牛队那 那一个辉煌的时代的话 他们每个人 所带领的球队呢 应该都至少可以拿到 一次或两次的冠军